同樣是生死一瞬間 在嘉義市文化路觀光夜市 下午發生路樹傾倒的意外 而在意外瞬間 有一名男子高好經過 兩棵樹的中間 只差一點點就要被砸中了 場面險象還生 大馬路上來一男子走著走著 但下一秒一旁的大樹突然倒了下來 男子趕緊往後跑 這才躲過一劫 意外瞬間 鐵皮圍梨被壓垮變形 店家招牌也被壓毀 還有兩輛停在路旁的汽車 也慘遭波及 兩棵三層樓高的路樹 整棵連根拔起 橫倒在馬路上擋住道路 驚險意外就發生在 嘉義市文化路觀光夜市 週六下午一點多 路上人來人往 兩棵位於文化路郵局 後方的路樹突然倾倒 不知造成交通大打劫 也影響店家生意 讓老闆相當無奈 你那賣什麼 藏魚燒的 要怎麼辦 沒辦法做生意 沒辦法做 發現是郵局這家老樹 老樹那什麼原因 因為還沒有辦法進入 那我們也請 責成我們嘉義市環保局 儘快來協助 將路樹清運 損心意外沒有造成民眾受傷 不幸中的大幸 至於路樹為何會突然倒塌 還有帶相關單位調查理清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 不要回來 謝謝大家 我倆